AudioJungle AudioJungle 这几句歌词,一想起来,台湾应该没,有人不知道是哪出连续剧,大黑脸,眉心悬月的半相,最早是70年代,由一名在华市演出一炮而红,隔20年华市再拍一次金钞群版本,加倍红遍大街小巷,影剧圈的人,这时发现,包工等于包红, 于是台湾拍完香港拍,新加坡拍,然后中国继续拍H-E-L-L-I-P,一路要拍到2018年,看到金钞群版包工,盘上演艺生涯的圣母峰,接住香港大明星迪龙眼,莫子两眼,最过分的要述周星驰,连包工不存在的后代包龙星,都掰出来,L-D-Q-U-O,九品芝麻官Erdco在第四台演到现在, 青天大老爷生堂断案,那就U-D-Q,虎头炸伺候Erdco早在网路发达前已经病毒扩散,大概没有人会怀疑,包工是华人市场收视率的摇钱树,但是它历久不衰,反倒让人纳闷,华人圈的历史记忆里,是蒙受多少冤屈不平, 这个U-D-Q文化圈U-D-Q,有不同体制,国界,所得,教育区格,维持摩普通时代的观众,看到一个一千年前的开封市场判案展人,还会痛快叫好,日本东京一,建中国留学生命案,最近重新烧红了华人心中那股L-D-Q-U-O,包工生堂R-D-Q-U-O,的正义感, 2016年11月,中国留学生姜哥,在中野区住家门口,被另一名留学生陈世锋用刀刺死,东京地方裁判所2017年12月开庭,这个案件在中国网路,媒体讨论的热度,堪称世纪大神,R-B-U-G-U-G-U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,BUSH,死者姜哥的妈妈姜秋莲,从眉眉无闻的超市电场, 变成微博认证的网路LD-K-U-O,大VRK粉丝将近150莫,如果拿地质来模拟,将戈胐案在中国社会产,生的LD-Q-U-O,摇晃感的LD-Q-U-O,差不多像我们台湾人经历过的红种秋案, 中国网民的正义感本来只是一段感情纠纷,凶贤陈世峰和中国流日女生刘欣交往,两人半年晚晚,分手后刘欣投靠山东同乡江哥,搬进好友公寓同住,但陈世峰放不下,开始跟踪威胁骚扰前女友,在11月2日东京气温微凉的深夜,江哥又到车站陪刘欣一起走路回家,他们遇到了陈世峰,刘欣先进房间, 留下江哥在走廊跟陈世峰争吵,3日,刚过凌晨12点,25岁的陈世峰,用刀划过江哥脖子,投手,屋里的刘欣,把房门上锁,打电话报警,失血过多,江哥抢救无效,中国网路激烈评论刘欣,把闺蜜繁锁门外,见死不救,江哥为同相挡刀而死,江秋莲,是可怜三亲妈妈,刘欣必不见面, 江妈妈在微博公布留女跟父母的照片姓名电话开了,11月的时候台湾杂志社,就请,我在东京住一江哥案,跑新闻时几年,多少在扁岸时当龙号手过北检,跟宝来豪宅,轰动国际的薄熙来大审那次,也去西南中院对街口,跟着BBC,日本电视台卡位露脸, 柯震东在北京西大马被抓,更有幸于看守所外,夺不徘徊,踩住狗屎吹了好机碗的西北风,实在必须说,江哥事件真有点LDQUO,中国特色LDQUO,先是江妈妈在中国网路发起联署,LDQUO, 西口公园,拉布条发传单目击签名,又天下雨,我绕去看看,真有二三十名中国留学生,一圈一圈居住帮忙宣传,据说中日两国总共收集到450默人连属支持,中国网民的正义赶攻,不可没,12月庭审期间,大批中国媒体专程,到日本抢名,俄入城旁听,天天现场直播,跟中国LDQUO,棚内连线R, LDQUO,江妈妈东京开记者,会受访,常常爆满,宣判当天我在法院外走一圈,数一数大概有近百中国各家记者,手机,DV,摄影机,各种,拍摄转播器材,二三十台,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诸,日本法院,判陈世峰二十年图,行,中国网友不满意,LDQUO应该LDQUO死刑的声浪很大,接住各种质疑LDQUO, 不能在中国闪麻,LDQUO,LDQUO在中国一定判死,LDQUO,LDQUO,日本媒体怎么不关心这案子,LDQUO,隔天我把报纸翻了一遍,好不容易在日本经济新闻十字版角落,看到两张邮票大小的机行字, USBGO等于WIDOW,ADSBYGOOGLE,DOSH,中国网民义愤填膺,那极乐如囚像包工上身,非要凶弦车裂气势,不足以伸张正义,好像台湾诈骗,范远在非洲看呀,都能抓去中国牢笼李敦,陈世峰这个震惊祖国,LDQUO, 国家集罪人LDQUO怎么能享有日本囚犯待遇,去年打破中国影史票房记录的电影LDQUO,战狼2LDQUO, 他被刻意搬到济南开庭,搬隔成风路清空,民车根本进不到法院周边,怕有支持者聚集挺薄,围观民众大老远被驱离,政府LDQUO特许LDQUO, 官媒央视一家进法院拍摄,提供过滤画面LDQUO,服务LDQUO,各国媒体,CNN,NHK,TVBS所有记者,在一家饭店LDQUO集中照顾LDQUO, 哪里可能让家属在国内发动摆摸LDQUO,联署喊冤LDQUO,聚集媒体开记者会,串联网友乡民畅所欲言,最后还LDQUO,不满LDQUO,审判结果,对司法裁决说三到四,岂不等于挑战党国体制,将个案如果真的搬到中国,将妈妈,网民,媒体携手声张正义,应该会先被LDQUO,和邪教育而言, LDQUO,换句话说,大家可以这么热闹当现代包工,用键盘,把凶手碎尸末段,大马司法荒唐轻叛,都因为案件是在国外,一千年前的包工在开封府断案,网络时代的包工,是在东京都升堂,中华文化圈养赖青关明君,我想起另一出台湾人很爱看的日剧H12O, 木村拓哉演的检察官,穿当年最潮的BATHINGAPE一辆绝佳克配靴子,跟彭皮俏丽的松龙子勾勾缠,坐在路边栏杆上耍帅就大受欢迎,这部戏后来还拍续集,改编出两部电影红了十几年, 木村表面满不在乎的模样,却总是细心找出关键证据,引述有立法条,在吊儿郎当的外表下,运用机制破解难题,这跟我们包青天的路线完全不同,老爷子在没有监视器,DNA比对的时代,可是连尸体混淘土烧成的乌盆深渊,都,能断案如神,把陆一龙演的那扎千刀,凶手送狗投杂之后, 为石魔日本人戏剧化的司法官,是帅戏有人为善用机制工具,华人圈的判官却,只要自己像神,包公真的有妙,被奉为神明膜拜,难道,是日本尊重体制运作,建立游戏规则,而中华文化圈却仰赖青官明君,崇拜道德人格,十月底东京堂的神爱川线船出一起九头命案,警察研住一个失踪女学生的线索, 打开一个年轻皮条科的公寓,他们不知道自己踩进一个奇幻的虐杀世界,门后面藏着大小七个箱子,塞满切胳膊的肢体,人头上还撒住猫杀趣味,凶手说自己是用推特在网络上问,LDQUO,有没有人想一起寻死? 好几个高中女生回应了他,死者比唯一的男生喜欢殷乐,本来还安排好要去台湾表演,日本是高度自我约,数有点LDQUO,和谐过度LDQUO,的社会,平常极少暴力凶杀事件,耸动的九头案一发生,报纸不停挖掘害人情结,拼凑死者身份,电视台记者,从早到晚现场连线。 明远离